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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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各位应该都在忙着你们的未来 在两三个月之后最晚最晚最晚7月3号 你的未来大概就一定了 所以呢在这段期间有些同学在为面试 有些同学已经确定有学校 有些同学确定要拼职考 那重点都还是在于大学 那你除了大学之外 老实说啦现在大学好像也还好 很多的同学还会继续我刚刚读研究所 所以今天学姐回来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些东西 就跟大学相关的 譬如说大学的面试 有相关的资讯 那这些东西不要觉得说 我会不面试好像也没有关系 那你怎么知道研究所不会 你找工作不需要 都是有关联性的齁 所以今天很难 请到这个中文大学的学姐 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或者说在经验分享 她的经验 面试的经验跟大学经验 请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你学姐 好 谢谢 我今天会 因为你们的被审的部分 好像昨天就是第一被审开始上传 那今天我会把重点放在面试 还有一些大学的东西 然后其实去年我也跟你们一样 就坐在下面听上面的人讲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对你们有帮助 那你们今天可能每个人来这里 想要听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可能有的人想要听面试 有的人想要听大学的 有的人想要听一些技巧 或是什么避免紧张之类的东西 那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先忘记你们今天想听什么 我们先探讨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 有答案其实很好 因为有的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会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这个问题 你从以前到现在 甚至是以后 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能用三个词形容你自己 不能用三句话形容你自己 甚至是用一段很完整的叙述来描述你自己 如果连你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要怎么说服你面前的教授 或者是说服看你被神资料的人 来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并且决定他要不要入居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给你们三十秒 你们大概想一下 一个具体的描述 我也不会叫你们上来讲 不用紧张 这个答案你自己知道就好 你们稍微想一下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我后面讲的东西才有意义 想一下写下来 或者是跟旁边的人分享都可以 跟自己讲你可以少设分讲 好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 就是你记得你现在的答案 然后你可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学下去 好我未来的职业 跟我的学系一定要一样吗 很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要先 选一个我喜欢的学校 然后之后我再转系就好了 甚至有的人可能他的父母跟他说 我以前念的跟我现在的工作 完全不一样啊 所以我是不是一定要念 跟我未来职业相关的科系 其实我觉得你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三十年前的教育环境 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他们可以选的科系可能非常的少 像比如说以我母亲为例 他以前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食品营养 一个就是金融 就这两个选项 他选的食品营养 他现在做旅行社完全不一样 可是那是因为那时候的环境 造就他们只能有那样的选择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 这个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 但是如果是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当然重要 为什么 你想想如果现在 现在在做的你们 可能我都看不出你想要选什么系 或者是你的方向是什么 你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你不像一张牌子 到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 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完全无法分辨所有的新生 来自什么科系 因为他们一点特征都没有 可是到了大二大三大四 你可以分辨很清楚 这个人是文学院的 他是理学院的 他是医学院的 他是法商学院的 为什么 因为在你潜移默化当中 你跟这样一群同胎相处 你上这些教授的课 在无形之后 你会受这些人的思维模式 思考习惯 甚至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习惯 小工作 你都会被这些人影响 因为你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久而久之 你会慢慢慢慢的 跟那一群人 有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习惯 那这也会影响你之后 可能在你就业的选择上面 你一定会选 跟这个领域相关的 因为你习惯了 而且你的专长的能力 就在这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 适合自己 或者是我有兴趣的学习 因为如果你硬要学一个 你可能完全没有想法的东西 只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你被他同化 一种就是你念的很辛苦很痛苦 然后你觉得你这四年 就是浪费一五年多过 那有的人会说 我可以转系 我可以转学 你真正读了大学之后 你就会发现 转系跟转学 是一件多么需要意志坚定 才做得到的事情 因为大学有分学分 你要顾你自己的学分 你又要顾你要转过去的 那个学习的学分 如果你不想延避 你就又更辛苦 那转学一样很难转 所以除非你有很坚强的意志力 当然如果你真的不信 进了一个你不喜欢的系 我当然努力你转 当然是要选你自己喜欢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在这个错误之前 就避免这个错误 做一个对的选择 我觉得对你们而言 可能对以后的影响是会比较好 然后你大学也会过得比较快乐 真的有学到东西这样子 我会想太快吗 快 好 谢谢 好 那延续刚刚的东西 在找到我的梦想之前 请先想想我的方向 在确定我要什么之前 确定我不要什么 小学的时候都会写什么 我想成为的那种人 或者是写一些什么 我的志愿之类的东西 那可能志愿有很多种 小时候你可能并不了解这个职业 你可能只是看到表面 你想当老师 你想当医生 你想当律师 太工人 不知道不知道那些 可是因为你都完全不了解这个职业 真正的想要做什么 或者是对这个社会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你就只是写出自己的喜好 可能就是让你找你的东西是什么而已 可是如果到了国中高中 突然要问你 欸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有办法给一个很确切很确切的答案吗 很坚定的完成它吗 我觉得这是有困难的 那回到刚刚那张图 忘记两张图 嗯 分橘色跟红色 红色里面的人是什么 就是也许他在六岁的时候 就决定他要当钢琴家 于是他从小到大都苦心恋情 然后做真的成为一名很有名的钢琴家 这样的人多吗 非常少 所谓的那个红色里面的人 就是他从小就有一个他很坚定的志向 无论这个志向是父母替他决定的 还是他自己天生想要他决定的 总之这样子的人他可以贯彻始终 即便他属于不同的科系 他还是会坚持他自己的理想 继续走下去 这样的人太少了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属于橘色那个区块的人 所以为什么选科系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特别的 好 所以为什么要先找到我的方向 你要想我的梦想可能很遥远 你可能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是正常的 那我这个 这两句话是我国中的时候 国二的时候 那时候老师要我们写 就是我的目标 类似那样的做我想到的一件事情 我就跟老师说 我觉得要知道我要什么其实很困难 我觉得知道我不要什么比较简单 比如说今天有人问你一晚餐想吃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你想吃什么 可是他可能跟你说了 那我吃什么什么好不好 你会说我不要 因为你知道你不要 所以我觉得选不要比选要更简单 如果你可以先把你不要的都剔除掉 留下要的 然后在要的里面找你要的方向 那最后因为你的努力 你的过程 你的生活经验 或是你受别人的影响 找到你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说 是比较容易完成 也是比较可以努力的方向这样 好 那我们就开始面试的部分 面试我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面试之前的准备 第二部分就是面试当天 然后之后还有面试之后你要做些什么 好 那我们一件事就先从面试之前开始 面试之前开始 面试之前开始你要做三件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 每件事情下面有一些小重点 首先要确认清楚你是谁 你要完成什么 就像我最一开始问你的 你是谁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一定要知道 那在确认你是谁的时候 你要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 比试 面试 考古题 如果有人 你也想要报名东武的话 那你应该会知道 东武都要比试 为什么 因为他要非常肯定你喜欢这个学习 他会问专业的问题 也会问你的想法 但是他就是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肯定你喜欢这个系 那为什么要做考古题 其实做考古题不见得是说 我要知道我之前考什么 所以之后我就会答的比较好 我觉得做考古题是可以训练你去思考 可以训练你可以知道他的答题模式是什么 这个学习他通常喜欢什么样人格特质的人 那你在答考古题的时候 因为你会一直被质问 一直被质问 你为什么觉得你适合这个系 你觉得你听什么 可以读我这个系 为什么我要录取你 你会一直接受这样子的质问 你会一直被打击 可是在打击的过程 如果你可以想到问题回答 就是你可以想到你自己的答案去回答 那你的心理上会一步一步坚定 你要念这个系的觉醒 所以为什么我其实非常鼓励 大家用个人申请的方式 找到你喜欢的特色 因为个人申请是一个心理展 长久性的心理展 够坚定的人 你还有办法真的进入这个学习 你可能要面试 你可能要比试 有些学习可能不用比试 就是你要面试 所以你在这之前要很多准备 你要去了解这个学习 你要去懂很多 可能跟指寶不一样机号吧 你可能就是我看这个学习 我看分数我填一点 分发然后就上 可是个人申请不是 你要非常了解这个科系 然后你要对他做功课 最后你才能 因为你的努力 而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你一定要复习你的面试 比试甚至是你可以同学互相复习 同学互相 你可能就给他你的背诊资料 叫他看 他只要看五分钟就好 因为教授可能也只会看五分钟 他就可以问你问题 然后你回答他 考验你自己 磨练凌场感 然后第二个 我为何而来我凭什么 一定要想这个问题 你凭什么可以录取 我第一阶段 我这个科系 譬如说我是教授 我第一阶段 过了一百二十个人 我要选六十个 凭什么你是那二分之一 被我录取的人 你有什么人格特质 你要怎么说服我 一定要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是碰到 比较刁难或者是比较困难的面试官 他可能会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延伸到第三个问题 比如说有个假设的问题 你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你同时录取了淡江府人 东湖文化四间大学的中文系好了 那今天你到淡江去面试 教授问你说 如果你四间都入学了 你要选哪一间 或者是 他可能不会问你这么夸张 他可能会问你说 那为什么你会来淡江面试 为什么你选择淡江 你要怎么回答 当时我的回答是 因为东湖他的中文系 是古典与现在并重 他入中训谷生孕学 然后也会需要一些文言文的能力 文言文作文之类的 这些都会 但是淡江他的中文系 他比较偏重 欣赏 赏西 作品的赏西 还有国际观的培养 这是你要去调查你的科系 他的取向是什么 同样是中文系 同样是经济系 同样是会计系 他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取向 譬如说如果会计系 东湖的会计系是小班制 他是分读方式的 因为他要确保每个人都学的很专精 那比如说东湖的法律要读五年 因为我们还要学英美法 然后每一个科系 他都会有他自己的特征 他特别的地方 甚至有的学校 他的面试模式也不太一样 这我后面会讲 那你一定要去了解这间学校 可以用什么管道了解这间学校 比如说如果那间学校在过去高三的时候 曾经来我们学校办讲座 来百零办讲座 你是不是有认真听 他给你的资料 那么留下来看 或者是你可以去问 如果你有认识的学长姐 刚好是那间学校的 你是不是可以请他问同学 或者是问他自身的经验 甚至是你上网去Google 你去找那间学校的官网 你去找每个科系他有什么介绍 他的师资是什么 这些老师是什么派别的老师 你都可以去稍微做表面的理解 可能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可以跟教授说 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证明你有做过功课 那会让教授觉得 你是真的想要来这间学校 而不是因为成绩到了 所以你来 那第四个就是做我介绍 做我介绍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好又非常可怕的问题 因为自我介绍这种东西 就是如果你没有事先想好 你绝对不可能在面试的那个时候 立刻伸出一个好的自我介绍 当然要自我介绍随便讲谁都会 可是你要怎么在短短的三十秒到一分钟之间 做一个很好的介绍 我觉得你们可以想一下自我介绍 但是不要想成像一篇演讲稿那样 然后把它背下来 我知道部分人会这样 因为他觉得我都背起来我就比较安心 其实在面试的时候你会比较紧张 所以你背的东西你可能会全都忘记 那你忘记你就又更紧张 你看着教授不知道讲什么 那一直背一直背 教授也知道你在背 那你又更紧张 所以我觉得自我介绍要怎么准备 你要准备关键字 比如说我的PPT 我这样一行一行下来 我每个都有个小重点吗 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也在心里记这样的小重点 比如说你要介绍你自己 你要介绍你的什么 比如说你要介绍你的 你很懂得有人负责任 然后你的亲和力的创造力 比如这三个东西是你的keywords 那你就记得这三个东西 那指出三个实际的例子 来佐证这三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你就只要记得这三件事 你不要去记说我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从小怎么样 我过了什么时候 我高中做了什么 然后造就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要有这种很像演讲稿的东西 然后把它背下来 只要记关键字 当教授问你 请你做三十秒的自我介绍 请你做一分钟的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就脑中浮现这三个关键字 绕着这三个关键字 分段讲清楚讲重点 这样就好了 然后除了中文系以外的人 我建议你们都准备一份英文的自我介绍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期 因为通常除了中文系之外 都会读到原文书 不管你是跟生物科技有关 你跟医学有关 商学 尤其是商学一定会 或是外文更不用说 我建议还是都准备英文的自我介绍 或者是如果你是念的是什么法文系 西班牙语文学系 这种的 它一定不会太刁钻 要你法文的自我介绍 然后讲得很完整 那有点太困难 因为有可能你完全不会报 其实你一定要会准备英文的自我介绍 因为它是你接洽外语中间的那个桥梁 那有可能如果你突然被吴玉井问到 请给我一个三十秒英文的自我介绍 如果你好无准备的话 你一定不知道要说什么 然后就会带给你 所以一定要准备自我介绍 好第二个 点点每一个细节帮过被案 第一个就是要怎么去 搭公车搭捷运 计程车 还是你有什么走路之类的 我的建议是你去一次那间学校 就是有很多事情 你可能譬如说 我觉得好我搭 比如说我都搭645去东武加入这样 那我可能就想 在前一天我先想想说 好我明天就搭公车去东武 可是你真的要搭的时候 才发现那公车三十分钟才来一班 那怎么办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突发状况 你一定要先想好 先点内一次 你就实际去一次那间学校 实际回来 这样你就会知道 你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 那通常点内一次 会发现比较多问题 跟你凭空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有时候是小小的单路或什么 可能就会影响后面的面试啊 你心情也会受影响 因为你本来就很紧张 可是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你就会更紧张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细节 你都要先想好 这有助于你面试那边的心情 可以就是有连贯 然后不会那么暴障 我觉得一段一段的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我要穿什么 要穿什么 我等一下会发给你们一个讲意 那是我就是前几天想说 就稍微打个讲意这样 然后我不先发 是因为我怕我发下去之后 你们就一直盯着讲意看 然后就忽略我讲的东西 我等一下会发 那那个讲意其实只是 就是我讲的东西的一些小补充 就是我觉得可能经过今天这场演讲 可能过了一个礼拜 或者是几天之后的 那你真的要面试的时候 你可能会忘记我讲的东西 可是我会给你一个讲意 你会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可能会唤起一点点回忆这样 那我要穿什么 可能会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去年 我们要面试的时候 就有个女生问我说 因为大部分的人面试会穿衣子嘛 那他就问我说 那我没有窄裙怎么办 我就回答他说 为什么你一定要穿窄裙 其实你要穿什么取决于 你要营造什么样的感觉 给坐在你面前的教授 像那时候我是穿 棉纸的七分袖的米白色的西装外套 因为我不想要让教授觉得 我好像很俐落或太成熟 所以我用棉纸用七分袖 我可以平衡掉西装外套的锐气 我也没有穿裙子 我穿黑色长裤 然后平底皮鞋 头发就梳整齐 就这样 因为其实后来 我在跟不同的教授 之后也会有校外教授的模拟面试 那其实教授有给我们 当时模拟面试的一个建议就是 你不要看起来很像社会人士 你的穿着是要让教授觉得 你重视这个面试 但是你要散发出 你的人是一个学生这个讯息 你不要农妆业服 然后很夸张很高的高跟鞋 让教授觉得 你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学生 当然不同学院也会有不同打扮 商学院的人可能要 营造比较干涅的气质 他可能需要 可是我现在是我的学院 我可能要营造的那感觉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可以取决于 你想要营造什么样的形象 给面试你的人 就是你的穿着上 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色系的部分 我还是建议不要有太突兀 或是鲜烈的颜色 还是你基本的色料比较安全 然后还有就是 我要戴什么 像我在面试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 我在面试 因为我面试东西的南疆 我面试南疆的时候 他有要求要带肚银鸡 其实在省里面也要放 那我的习惯是我会带去现场 像我是校参设的 以前就是台边社 那我就带那本校看去 因为那就是你的成果 你的作品 你要带什么 去说服你眼前的教授 你值得他妥识你 那你要带的一些证件 或者是 我建议你可以做一张个人简历 就是你的背省里面可能没有 你当场带一张简历 你的基本资料 你的经历 一些教授可以一分钟就读完 然后认识你的东西 像他可能 因为也许他不会 你可能可以带背省资料去 可是背省资料厚厚一点 如果你有一张东西给他看 他可以看着问你 而且你可以把你希望他问的问题 放在那张纸里面当作线 你可能很想要讲你某一个 比赛的经历 那你就把那个比赛的 得奖的东西放在上面 他一定会问你 那你就又可以讲 你可以去释放消息 可以去 就像一个HOOF 就是你可以去勾他 问你想要他问的问题 然后面试的模式 就是我前面说 不同学校也许会有 不同的面试模式 甚至我记得 好像我的学校会用抢答的啊 然后有学校会设定 让你们去玩一个游戏 然后用这个游戏来看 我觉得我要录取谁之类的 就是每个学校 他的面试的模式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 应该辅导师都会有 前几届 这些学校也留下来的回馈单 你可以去翻一下 就是去了解你的学系 他前几天是怎么面试的 那个模式你可以稍微理解 可是知道了之后 你不要依赖这个资讯 他有可能今年会换啊 就是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觉得说 我今年我可能会碰到 一样的模式的话 我要怎么应对 我知道怎么应对 可是即使他换成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模式 我也知道我要怎么应对 而不是说他今天换了 那你就待在那边 这样子的话 你前面做的功课 就没有意义 反而害了你 所以一定要懂得随机应变 就是你要做很完善的计划 虽然计划感不上变化 可是你只要计划的够精密 你可以随时调整 这是最好的 然后熟悉你释放出去的每一个线索 什么是你释放出去的每一个线索 不是到时候第一也看到你 你长怎么样 或者是你的打扮怎么样 而是你的被审资料 就是你释放出去的线索 我不可能可以很笃定的跟你说 面试里的教授一定看过你的被审资料 因为我遇过那种面试里的时候 教授一副就是没有看过你的被审资料的样子 我也遇过那种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 而且他问你的东西都直接要害 都知他 就是很明显他可以读你的被审资料 一定是读得非常仔细 他才有办法问你这些问题 所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 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在被审资料里面 怎么形容你自己的 你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 你是一个外向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内敛稳重负责任的人 比方你给教授的被审资料里面 你说我很开朗 然后我做每件事情都全力以赴 可是你当天看起来唯迷不正 然后就是看起来好像我们又很想要进这间学校的感觉 这样的话可能会被教授来说 他会疾疑 给我被审资个人跟你是同一个人 那我觉得如果你的形象可以符合你被审给教授的形象 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清楚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说你跟教授在里面提到你看过某一本书 那如果教授突然问你说 那你觉得里面的那个主角啊 他后来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这本书你觉得你最感兴趣 或者是最打动你的细节是什么什么 而你一个都回答不出来的话 那样就会让教授觉得你好像在骗他 你好像没有真的看过 或者是你说你放了某一张奖状 可能是你参加过的比赛 或者是你放一些赢队的证明 那教授会问你说 在那个赢队里面你学到了什么啊 或者是因为教授有什么朋友 那那个比赛之后你觉得你有没有成长 哪一个部分有成长 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还要加强 之类的东西 你都要可以回答 那些洋洋洒洒 放在费诚之调里面的丰公伟业 最重要的并不是证明你做过这件事情 而是经过那些事情之后 你有没有成长 你有没有心得 其实最好的就是 你放的每一张奖状下面 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这件事情 稍微写点心得 写一点你因为这件事情得到的收获 或者是你因为这件事情 有什么改变你看法的地方 甚至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而影响你想要进入这个科技就更好 那第三个就是怎么处理弱点 如果教授突然问你 你觉得你的弱点是什么 你要怎么回答 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弱点 不可能有人是没有弱点的 你一定要诚实但是委婉的说你的弱点 会让教授觉得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因为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如果今天他问你你的弱点是什么 你可能会不会把你立即委婉的说出来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面试的同时 告诉教授我的弱点是什么 那我怎么解决这个弱点 甚至如果你把弱点转化成你的优势就更好 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去想 我的弱点是什么 要准备好你的弱点 因为可以正视自己弱点的人很少 通常成功的人都会知道自己弱点是什么 并且去克服他 第二个就是面试当天 魔鬼藏在细节里 好 第一部分可以对每个问题不要停止思考 我知道通常大部分的人 进到那个环境一定会非常的紧张 甚至是你可能不敢看教授啊 或者是你会觉得每个问题 对你而言好像都变得很小声 然后都听不太到这样 因为你太紧张了 那第一个你要去想 为什么教授要问你这个问题 比如说他可能会问你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让你觉得可能他是专业里面的问题 可能他是议题性的假设性的东西 那你要去想 为什么教授要这样问 也许他不是要听标准答案 也许他只是想要考验你是怎么处理 当你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比如说假设性问题 比如说我在淡浆面试的时候 那个就是有一个面试官 他就问我说 现在有很多不同派别的作者 在论在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国文课本 到底要不要放那么多文言文 文言文真的需要继续 就是继续教 然后可能也不会用不到 可是我们真的要这样放文言文吗 那他就问我说 那如果你觉得要有所调整的话 怎样的比例你觉得最好 那你觉得他是在问你什么 他是真的想要问你 你觉得怎么样吗 我觉得他是在问我 你的学习的历程中 或者是在你的看法里面 这件事影响你的部分 我给他的回答是 因为我自己 我本身 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 是我喜欢文言文 就是可能会很多人 觉得文言文很难 很复杂 但是我觉得很短的文字 可是可以表达很完整的意思 是一件很 就是很厉害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比重可能是60%跟40% 我觉得文言文还是需要 为什么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以前的文字是文言文 他慢慢演变成现在的白话文 那如果你不懂文言文 会不会当你在看那些 有古文底子的白话文作家的时候 你不懂他的隐喻 你不懂他要表达的意思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会文言文 其实就像是一种基本工具 你可能不一定会使用到他 可是你一定可以理解到他 我会被理解 其实我的重点就是 教授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 他可能是想要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会想要看你是怎么思考的 他知道这个问题对你来说 一定很棘手 或者是一定没有办法有标准的答案 可是他想要听的是你的答案 不是标准答案 好 那小问题净点一秒 大概问准三秒 不是叫你一秒回答完吗 不可能 大家回答完也太难了 重点就是评论的时间 什么是小问题 不需要思考的问题 都是小问题 比如说 你读什么高中 你叫什么名字 像这种东西 你就在教授问你 譬如说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希望他知道你的名字 你就停一秒之后 然后再回答他 我叫 教授你好我叫 为什么要停一秒 因为你可能无法分辨 也许你觉得教授话讲完了 可是在你回答中时 他又讲完下一句话 这样就会造成 你很像在那教授强化讲 会有一种好像不尊重他的感觉 那停一秒 他就是一个安全的时间距离 但他讲完之后 你停一秒 然后再委婉地说你的答案 会要教授有一种一问一答 然后你很尊重他的感觉 那什么是大灾问 大灾问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嗯 你有梦想吗 或者是 你为什么觉得 你适合这个科学 或者是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某一个作家 你有没有特别 嗯 人生中发生过来这样 你深刻难忘的事情 对是这样子 你必须要做很完整叙述的问题 即便你已经在面试之前 你就已经 就是在淘寸集里面做过这个问题 你可能也回答过上千万事 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很标准很标准的答案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在 校正过满的当下 就立刻把你的答案全部说出来 因为这就是说明的一件事情 在被答案 你完全没有在思考 教授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你一定会回答过这个问题 然后你再被答案 如果你可以停三秒 假装你在思考 假装你在思考的这个同时 你可以再整理一下 你脑中的问题 把它变成更有逻辑性 更有调理性的叙述 我觉得这样子 会让教授觉得 你有在思考我的问题 而且你是可以 当场思考 当场回答的那种人 你脑袋是有在运作的 而不是我问什么 然后你就只是呆呆的 一直回答我 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你是可以跟我私别跟我讨论 我可能以后 还想要看到你这个学生 我还想要教导你 我想要录取 他会进而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 一秒跟三秒 这样子的 停顿的时间 可能对于你在面试的时候 不但你可以给自己 一个缓冲的时间 相对的 你也会让教授觉得 你很尊重他的问题 而且你有在思考 他在问的每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就是自然的说话 不要演讲 比如说 你说我喜欢写作 这就是说话 那什么是演讲 我觉得写作带给我的美感 让我的生活充满乐趣 不要回答这种东西 因为会太像你在念一篇散文 或者是你在演讲 朗读之类的 会让教授觉得 你好像是背出来了 并不是你现在 心里真心给我的答案 你的讲话的时候 只要保持礼貌 可能就是 我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但是什么 你就是用很自然 可是口语化的东西 不要白话 不要很白话 就是很直接 可是你要有修饰的口语化 不要让教授觉得 你好像在念一篇文章 你要跟他有对话的感觉 现在教授其实我觉得 可能每天学校不一样 可是现在有一些教授 他不一定会很 很有威严的 一定要好像他八号十零 或者是他讲话 然后你回答 你那种的模式 他可能比较喜欢 好像歌曲聊天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演讲的过程 然后可能问问你的高中生活 问问你的社团 问问你的兴趣 问问你的未来的想法 为什么要读这个科系 问一些相关的关系 他不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他想要听的是 你在一个很轻松的状态 或者是很自在的状态之下 给他的答案 所以你不要就是很正经为座 然后过度礼貌 让教授觉得好像一直都很紧张 其实你可以自然一点 就是像在跟长辈尊重的 这样说话就好了 然后第四个就是 我很特别 我希望你也知道这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写过类似这样的文章 比如说 最温暖的一件事 或者是最好的时光 或者是就是 过去对我而言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我相信99.9%的人 都会写童年吧 可能跟外公外婆啊 然后之后外公外婆 就过世了 然后你很难过 之类的这种模式 那什么叫做 就是我第一时间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当你也遇到类似这种问题的时候 当教授问你一个很普通 就是大家都已经回答到烂了的问题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预设 如果别人也听到这问题 他会怎么回答的时候 你尽量避免一样的回答 要让你的回答有亮点 让教授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当然你不要因为要特别 所以你就回答一个很奇怪的答案 可是我是觉得你可以 如果你的人生经验里面 有资料是可以使用的 允许的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用 可能是特别的 或者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经验 你可能做过什么 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让你的看法 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如果你可以提出 比较特别的东西 也许教授会觉得 你的想法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 甚至是他已经可能你是 比如说第二十个面试的 第六十个面试的 第八十个面试的 他已经被面试的人 疲劳轰扎一整天 这时候他听到一个 他觉得特别的还不错的答案 他会对你有下一个好的印象 就是有点像背神 我为什么就是我后面会讲 背神也是放一些特别的东西 因为教授已经看过太多东西了 比如说背神他可能一份 他只看五分钟三分钟 他一直在看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得享经验 一样觉得什么我收获很多 然后我学到很多 可是都没有很具体的东西 当他突然看到某一篇 他觉得这个很特别 或者是让他有点解除他的阅读疲劳 那会让他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二部分就是 面试当天你会很紧张 可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记得 第一个就是给予眼神接触 为什么要给予眼神接触 因为你要让教授知道 我看着你 并且在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你 你回答的内容很好 可是你就是看着下面 你一直讲 一直讲 可能教授也会 听不太清楚你讲什么 他也会不确定 你是不是在回答他的问题 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 就是你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可以 试试给予眼神接触 我知道这一开始 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你一定要 无论以后你上台讲话 或者是以后你 到了大学之后 你就会有更多机会 上台报告 通常一个学生 就会有很多的报告 然后你可能要分享 甚至是你后面师求职 或者是你参加演讲比赛 郎子比赛 你一定要跟台下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评审或者是台下的同学 跟他们有一点眼神的接触 对着他们说话 可能对他们而言 不管是面试你的人 或者是那些评审 他都会觉得你是尊重他 重视他 并且跟他有交流的 所以 虽然很紧张 可是你就看着他的眼睛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久了就是 像我就蛮上名的 我就蛮喜欢看教授的眼睛 这样 然后 辨别简答题跟生问题 比如说 假设 我一直举中文系 因为现在细维 有些不太清楚 这样 比如说他问 他问你最喜欢作家是谁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回答 你说我最喜欢作家是张晓峰 结束 这不是教授要听的回答 你要说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张晓峰 因为他的风格怎么样怎么样 影响我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他的某一个作品 或者是他的某一个观点 某一个写作的方式造就了我 被影响而喜欢 或者是因为这个作家 我的人生有什么不一样 提出一两篇他的作品 或者是一两句他说过的话 多做一点描述 因为这个问题很明显 他是议题生论题 不是简单题 或者是比如说 教授问你 你最近读过的一本书 你不要说我最近读过 比如说我最近读过 蘇珊桑格塔的疾病的影域 然后你就讲完了 我们后面都没有讲 你要讲我读的这本书 他在讲什么 他想要描述什么 跟读者分享的讯息是什么 就是你要完整的答完 通常教授的问题都是神论 他希望你可以多讲一些话 而且这还有一个 你们可以就是学起来就是 如果你拿到一个问题 你刚好就是教授问你这个问题 你是有办法回答的 而且你有很多东西想要讲 你就有条理慢慢的讲 然后把你要讲的讲完 讲久一点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你在你可以 掌握的问题里面 就表现的很好 也许教授就可能时间到了 或者是可能他想要问的 也问的差不多 他对你可以留下 比较好的印象 所以你要把握 你觉得可以回答的问题 不要只是你可以 handle这个问题 可是你就能不能讲完 在最有点浪费这个问题 然后保持礼貌不刻意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不要很正经为坐 然后很害怕 感觉好像教授 就会对你做什么 那很害怕 其实教授 他可能 有的教授真的就是 看起来比较严肃 可是有的教授 其实现在教授 还蛮多都是比较 我觉得啦 就是已经比较亲切 然后是希望听你的想法 而不是表现他的威严 当然你就是保持 基本的尊重 基本的礼貌 然后不要表现出 就是很害怕他的样子 这样子 然后隐恶阳善就是 你遇到你的优点 或者是你的长处 你可以多发挥一点 你甚至可以美化你的优点跟长处 但然后碰到你的缺点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跳过的话 你就轻描淡写的带过 那如果你要讲的话 你就稍微讲一下 然后讲你怎么解决 但是绝对不要夸大 就是你不要讲得很夸张 让教授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 听起来就是你在吹牛的感觉 不要就是不诚实 一定要诚实 你可以美化 就是就像你参加 比如说你将照片参加摄影机站 你可能可以调他的瑞丽化 可是你绝对不能无中生有加东西 类似这样子的想法 好第三个 面试只有几分钟 看你要努力几小时 我的建议是 在你踏进那个学校的第一步 你就想像有一双五行的眼睛 一直盯着看 一直到你走出那间学校为止 因为你不知道测试会藏在哪里 虽然这样讲有点阴谋论 可是我觉得我的习惯是这样 而且这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一进那间学校 从你在等待的时候 一直到你真正在面试的时候 你都保持着一种 有一点紧张 又不是很紧张的节奏 那当你进入面试的会场 你就会不会突然从外面很松懈 然后你进去就突然很紧张 这样反而会阻断你整个情绪的灵观 会让你更紧张 然后你的延长 或者是你的表现 就会有一点失常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 就是从你看进学校 就表示一点点紧张感 那一直到进入面试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更紧张一点点 可是不会有一种落差很大的感觉 那可能会让你面试 就是整个有连关性 然后一起合成 而且你整个表现都是很好的 不管他在哪个时候测验你 你都是最佳的状态 然后投入每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 看教授的时候 进门的时候 你不要表现出很害怕 或很消极的样子 你要让教授 觉得你是一个有礼貌 而且有自信 你是要来推销你自己 而不是一直很谦虚很卑微的感觉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热情 每一个地方 你可能只是坐下来看着教授 你只是讲话的时候 你都要有很固定很自信的感觉 让教授觉得 他可以被你说服 他想要入学 这样 然后尊重他人保护自己 就是 我觉得啊 就是比如说 如果今天坐在你旁边的人 问你说 你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被审资料吗 你要借他看吗 嗯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我 我是不会借啦 我会很委婉的跟他说 可能我自己也要再复习一下 我可能还没继续面试 我要再复习一下我的被审资料 所以我可能不方便借他 你也不要很义正言识的拒绝他 你就是稍微让他软 给他软筋不碰就好 因为我是觉得被审这种东西 是比较私人的 那 虽然他腿只是好奇想要搬一般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学会保护 就是我的话 我是不会借人家看 然后对于别人的东西 你也不要去懂 然后如果尤其 或你是自己去那间学校面试 你就要更小心 你的物品什么的 你都要值得带好 如果没有家长陪你去面试的话 这样 就是在那个场合 我知道你们都很紧张 当场就会很紧张 可是有些小型集 还是要走个保护面试 好 面试结束不等于录取 我知道很多人在面试结束 就会突然很放松 其实基本上都会这样 面试结束等隔天 通常整个人就会很放松 其实你会放松一两天没有关系 因为你都准备这么久 很紧张了 但是我的习惯是 我不管是重职的面试 或者是入学的面试 任何面试 只要结束之后 我就会想一下我的表现 我觉得我哪里表现得好了 哪里不好 我会写下来 然后想一下我以后可以怎么改正 如果再碰到一样的情况 我要怎么应对 其实这对未来一定是有帮助的 而且可以就是磨练节领藏感 会让你觉得 嗯 以后在面对同样状况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应对 然后你之后你面试 就会更得心应手 你就会不会那么紧张 反而你可能会越来越 喜欢面试的过程 因为在接触不同的面试官 或者是不同的可能同侪 或者是不同的环境 其实你是会有所获得的 你们是可以互相 教授从你身上会得到收获 你从教授身上也会得到收获 所以你可以给自己一点回馈 然后以后再回来看 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第二个就是留意网页的资讯 有些学校他可能不会 嗯 依照大学的那个 他上面说他公布资讯的日期 他可能提早说了 或者是嗯 录取的人要带什么去哪里报到 或者是要做什么实质上的程序 如果你有录取 可是你忽略那个程序 而导致后面的状况 可能就会有一点可惜 但是可能就那么严重 只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是 就是包括在学校的官网 可能你看一下学校 能办什么活动啊 可能对于像东吴他去年在 嗯 对于郑取生他就有报到 就是办 舉辦一个先探营 让你先理解学校的环境 并不是说你要决定来东吴你才可以来 你只要是正许的你都可以来 那你可以先理解一下这个环境 决定你要不要真的来这间学校读 那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各位都可以去参加 就是如果你在嗯 你深情的学校有这样的资讯 你都可以去留意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就是回到正常的生活 绝对不要因为你面试完了 然后就不来上课 不考试 然后就是整个变得很放松 上课都没有在听 在发呆 然后吃完午餐 下午继续发呆 然后就回家了 这样你的一整天其实是浪费掉的 而且你要想万一 万一你真的没有上 你要考试考的话怎么办 一定要想好自己所有的后路 因为计划有点感不上变化 所以你一定要回到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读书 在放榜之前 你就要想像你像考试考的人一样 一样跟着大家读 跟着大家念 一直到放榜的那一刻 你还是要把高三下的学业完成 就是不要 有了学校比不了一页这样 然后这边有个小节语 就是我对于面试的想法 后面看得到吗 我念一下好了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秒会变成什么局面 这就是在测验实力的累积 成果的好坏 取决于你被认定成什么 就是教授看你是什么 你释放的讯息 让教授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务必时时刻刻都要做你自己 并且相信你是最好的 如果在场你有五个人 那教授可能分别像五个人问问题 这时候每个人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那轮到你回答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紧张 因为还有同侪 一定会影响你的回答 可是你一定要想 我就是这里讲的最好的那个人 你一定要自己这样相信 因为通常你相信 然后呈现出来 这样别人就会跟着相信 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你终于会说服教授 相信你是最好的 好后面我就讲一些大学的 大学生活跟我讲的一样吗 其实在还没进大学之前 一直到现在是大学生了 那其实会有学弟妹妹 也会有去年的时候 还没进大学的时候 也会有同学在讨论 大学究竟在做什么 玩四年跳课还是社团 那如果我这样的话 要念书会不会很困难 交到朋友怎么办 其实这些都是很多人 就是好像都会提到这样的问题 我是想听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把我强听到的列出来 那玩四年吗 其实我觉得 这就像舒服的意思是一样的 当你在舒服的时候 你们在舒服的时候 如果你就很搭实的 把你要复习的都复习完 那是不是高塞开学之后 你就会变得比较顺 就是你就不会那么紧张 然后你可能复习的进程 不会卡登的点 不会前面还没完成 新的又来 我觉得大学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你有没有办法在大学四年 尽量把你以后求职 可能需要用到的技能都学好 不要等到你毕业了 你面试了 你进了某一间公司了 然后你突然想到 这个东西我以前大学有教 可是我没有学好 因为我玩掉了 那别人学好了 你没有 这样子对你来说 其实是很奇怪 因为你就是在起跑点上 所以你不要到这四年 这四年对你来说 是最轻松 可能跟之后求职的生活比起来 可能会是你最有闲 可以去学习 或者是参加不一样的活动的时候 所以这四年的学习 无论是课业上的 或者是人际上面的 甚至是一些活动 我觉得假如对你是有益的 你都可以去参加 或者是去学习 就是对 然后有的人会觉得 大学我就不要修很多课 我想要放松一点 可是其实如果你可以 就是利用这些时间 可能早点起床少睡一点 然后 然后不要都只是做一些消耗性无一一的事情 什么是消耗性无一一的事情 比如说假电动 比如说滑手机 这些就是消耗性无一一的事情 因为你滑了两个小时 你可能 好你可能他的一两天小知识 我比较好 可是这两个小时 其实是有一点点浪费掉的 像这种重复性消耗性无一一的事情 你就尽量避免 我的大学的 现在我们大学的中文系主任 他跟我们 他在FV贴过一则讯息 他就是说 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十点 你做的事情 决定你之后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每天七点到十点在做什么 想一下你每天七点到十点在做什么 晚上的七点到十点 你七点到十点在做的事情 会取决于 慢慢的去决定 你后面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 不管你现在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想你希望 达到的那个方向或那个目标 然后从现在开始慢慢改变 改变的习惯是最困难的 而且你可能从小到大 记得到时间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可是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改变的话 可能会影响你之后的生活 所以那四年其实是 你要找到你学习的方式 没错 大学做学部一定会带到职场有所应用 可是你不可以培养 处理问题的能力 不可以培养你 当你接受到一个新的资讯 你怎么处理这个资讯的能力 那四年就让你培养你学习的能力 多过于你真正学到什么东西 然后是不是都随便翘课 其实翘不翘课 是你自己的决定 你翘课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值得让你 翘掉这堂课 你要自己去评价 因为到了大学 你做的好 没有人会再美你 你有什么缺失 但是也没有人会盯着你 叫你把它做完 全部都取决于在你自己 你只要可以过 其实没有人会 没有老师或什么 会特别去约谈你 除非你真的遇到就是那种 很用心很用心的教授 否则其实是没有什么 老师会管你的学习 可是你自己 一定要盯着自己学 比如说我们有 我们的班导师 其实到了大学 班导师 不一定会常出现在你的生活 只是我们的班导师 是比较喜欢 把班上的人 就牵在一起 常常会可能 办个班友 或读书会之类的 那他会说 如果你两个礼拜 你到了大学之后 你也可以记得这件事情 如果你发现你两个礼拜 好像都没有读什么东西 那你就要有所解解 因为这两个礼拜 就会变成一个月 两个月 然后到了期中考 然后你抱头角 考完之后 你又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到期中考 还是抱头角 然后一个学习就过了 所以你就要想 如果我已经两个礼拜 都没有什么进度 或者是没有读什么东西 那你就要有所警戒 类似这样的想法 对 所以就是大学是一个 非常绝对自由 但自由就是迷失的开始 你一定要学会自己职 那是不是有跑步玩的活动 是啊 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 你就跑步玩的活动 如果你不想参加的话 那你就也不是很无聊 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 因为大学的社团 不同大学不一样 像我们学校是没有规定 学生一定要参加社团 所以就算你一个社团都没有 也不会影响你的学习 或者是你的成绩 但是如果你行有余力 我是觉得你可以挑 你对你而言 你觉得有益的活动和社团 为什么 因为办活动 相信如果在做有社团的下 你一定也会知道 办活动可以增加你 可能人进应对 或者是处理问题的能力 这一定是有帮助的 而且跟人跟人互动 一定会遇到问题 解决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最难学习 而且最需要学习的部分 在大学里面 那对 那像社团 社团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参加很多个 你也可以参加一个 像我是因为我喜欢编辑嘛 我以前是台编社的 那我现在就一样 我在中文系刊 然后我自己的兴趣 我还有加入社团社 所以我就是两个社团 那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可以附和 那就这样 那可能有什么活动 或什么 然后你可以去参与 然后像我们这次 就是我们去采访 博力书店之类的 会有一些活动 然后你希望余力 就可以去参加 然后第四个就是 如果我只想好好念书 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啊 你就好好念书 但是 可能会有一点可惜 你的确会学到很多东西 不同老师的课 可能会让你学到 真的很多 很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你的生活 那四年 就在学习之中 虚耗掉了 你可能有学到东西 可是你可能 被毁墙起来 觉得好像有点空虚 那如果你心有余力 我是觉得 你可以参加一点活动 当然有一个学长姐 她有跟我分享一个想法 她说 大学四年 你只能在晚安 学术之间选一个 你不可能可以兼顾 如果你想要 好好的参加活动 累积人生经验 你就必须放掉部分的学业 如果你想要好好读书 你就不可能 彻彻底底的 觉得你好像很青春 然后就是做过那些活动 但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是可以平衡的 但是有的人 她可能觉得 我可能要跟助于做某一件事情 我得到的收获才会比较多 所以就是你要自己去决定 自己的生活模式 大学就是每个人都活得很像自己的样子 那你会跟你样子相似的人 变成好朋友 那跟你可能不合的人 或者是你们可能只是不同风格的人 到了毕业都讲不上几句话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你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如果交不到朋友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可以 不一定要很执着于我朋友 是不是很多 因为其实到了大学 我的做法是 我跟每个人都是保持就是友好 那我可能就一两个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因为你其实不一定要花很多心力 去经营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 你不一定要变成同学 茶余饭后闲聊的对象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那你想要很多朋友 你就去交朋友去跑活动 你想要过自己悠闲的生活 那就自己决定这样子 好 就是我觉得啊 目前为止 其实我9月10月 刚新生入学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有点迷茫 就是因为完全就是你自己决定 然后你可能会 开始会随波逐流 你可能会觉得别人说什么 那你可能也要跟他过得一样 可能你觉得参加很多活动 才是过得很精彩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我不一定要这样 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我后来就慢慢去后者 就是我觉得我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不要就是受限于 别人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就怎么样比较好 我觉得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人生是你的 没有人可以定负任何的一点点责任 所以就是你不要用自己的声音 然后尊重别人的声音 你想过得怎么样 只要你不妨碍到别人 其实你不一定要把自己的声音都掩盖掉 然后听别人的 附和别人 但是你也不要别人来附和你 你也要尊重别人的想法 因为你跟别人 你们都是就是独立在这个大学里面 生活的个体 就是你要记得这种别人的声音 然后下面这个是 我在打这张话的时候 突然想到的一本书 应该是有几年前的 我忘记是国中的时候 还是高中的时候 然后它是用 它是类似哲学性的东西 可是它不会很困难 它是属于心理力之类的书籍 可是跟那种 会立志而立志那种什么 不抱怨啊 什么原谅自己 类似那种的风格 比较不一样 它就是用365天的行事 然后一天一天 它就是365天的醒悟跟反复 那我的习惯 你可以跟它一天看一片 因为它每天都很折手 而且不会很难 但是我是一天看两三天啊 就是我大概半年看完它 我觉得很值得一看就是 可是你们可以等面试程 来落定之后再看 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对面 是没有什么帮助啊 就是你可以 之后心有余力 它对你人生是有帮助的 而且你在不同阶段看它 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有人要抄下来 你可以抄下来 就是它 看在上面这段话 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这只是一本书 然后封面是蓝色的 应该还蛮好找的 你们也可以看图书馆有没有 那如果你预算足够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 因为它真的还不错 我没有推销 所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好 然后大概就是到这边 然后最后我要讲一句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祝福你们都录取理想的学习 我希望就是在座的 我那时候可以跟去年有 一样的结果 因为去年就是 好像有报名个人申请的 每一个人都上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就是这么特殊 但是就是连被捕默的都上了 那我希望你们也就是 都举自己想要的 然后就是以后也可以 就是大学都破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样 然后我希望今天就是 这些东西是有帮助到你们 甚至我希望你可以提出 你们的问题 因为我今天讲的所有东西 都是可能我自己碰到的 或者是我的同学碰到的 或者是我自己假设的 甚至是我调查学历妹 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我希望就是 可能我今天讲的再多 都比不过你们问一个问题 然后我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是对你们更有帮助 但是还是就是先祝福你们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陆时影响的选择 谢谢 好非常谢谢学姐的这个分享 我先问一下 有没有问题想要询问的 因为 学姐跟就是去年才毕业的 就是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去年就是 曾经经历过 基本上我也可以分享 因为我跟你们没差几岁 这个是不同意 这个是不同意 是也没有差几岁 那反正就是你提出来 或许有类似的经验可以跟你们 我也曾经年轻 反正最接近的是学姐 那尤其他又是买毕业的 我不是 所以在这边会遇到的问题 学姐应该都可能 她没遇过 她的朋友可能会遇过 有没有 或者是如果你们也有详细中文系 我对文学院有兴趣 或者是你对东北大学有兴趣 也可以问 想一下想一下 然后我先把详细发下去 大家好 插播一下 我是这两位同学的导师 上一届高三导师三女一班 然后这次是特别联络 邀请我这位就是 这位高手啊 因为那时候在学校的 学校 我们学办 得到市场的面试 然后还有教授板的口试 那我是担任他的主考官 那我刚才说我之前有做过功课 我会看一个学生背试的资料 然后就是看相关讯息 然后这特别是 因为我知道她非常喜欢中文 你们今天看她 你们知道她这个PPT 还有今天讲演 你知道她花多久时间准备 三天 因为她白天还要上课 然后就是 你会发现一个 当口试当天 我就特别的针对这个问题 比如说 为什么不选单疆中文 要选东北中文 她就立刻三分钟的回答 从第一个字到 会这个充满了自信 调理分明 把这两个学校的课程 他们的取向 他们的风格 将来延续性 然后把每一个细节 交代得清清楚楚 然后我是教授 我看到一个学生 对我们科系 这么喜爱 这么了解 我告诉你当场 就能讲给他签名 我们立刻恭喜你来到学校 这样子 当然我只是一个练习的老师 那我要跟各位朋友讲 她当天口试的表情 就是你看到一个 准备百分之一百的学生 但是我要跟各位朋友讲 她其实背后准备是两百分 那刚定位紧张 那定位整个过程 然后学校的场定 然后各种场合 然后在她表现出来是 那我看到是一百分 然后她很早就缺义要念中文 其他一年三女王投稿是两百多本 三女王一年两百多本 她其实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准备 所以当她准备够了 当一上场的时候 她的课图 我看过的一个补习班老师 叫余杰老师 听她讲课 知精彩 我那边想听她 回答每个问题 我都知经验 这种学生 怎会可以活动去她 那我这边也跟各位朋友 就是请她来 那今天我随便她说 哎 两分钟自我介绍 哎 讲得很完美 那一分钟自我介绍 哎 讲得很好 三十秒自我介绍 她也讲得很好 那所以这可能要 需要一段的练习 当然有没有办法 很多事情一束可机 但是我觉得刚才她可能表现出 所以第一个她的语续没有自信 那说法语调很轻柔 但是音调非常的适切 不急不快 然后说明非常的清晰 那音量她的语台 就是各位同学 在参加口试的时候 可以掌控学习一下 那就是 嗯 我是觉得还不错 那可是我们来的 也联络其他的消息 其他的学长 学姐们想邀请过来 但因为最近刚好就是 真的有一天 就是还在上课 是不是要跑过来 那就是 哪个就是 给你们一点点观光的地方 然后希望你有 分到一点点收获 那之后如果说一个 过来老师的建议 我希望你们最近 都来读一本新书 到书局 找一本新的书 教授问你最近读什么书 你们很认为读书 是三年前读过的人 就是最近读过哪一本书 那等到找一本 比较新的书 到书局翻一本 她随时会很无力 投入问题 问你这样 那大学期是很快乐 值得你们尽全力去争训 前两天 就这样子 这几个两个学生 是福甲大学 然后呢 上来还大包小包 就从台中坐车 就先来摆您看我 包括一放下说 老师我告诉你 大学超好玩的 十六周幼稚园 两周高中生 听得懂吗 大学生活对他们来讲 十六周幼稚园 两周高中生 这是大学生活这样 他们也很开心 多得很愉快 那你们今年九月都是大学生 在这边先恭喜你们 祝福你们留在很好的学校 好 谢谢 好 我们有3D要做一个 不管是你个人的方面 或者是学校的方面 可以回答的才有办法回答 你要问 台词各位 我也没有办法 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来先请 我来来来 希望留你的 谢谢姐姐 请掌声鼓勵 谢谢 好 再次掌声鼓勵 好 来 有没有问题要问 我相信 就是学姐在这边 跟我们分享的是 她去年的经验 那其实从昨天的面试 来看同学 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昨天的回会单 她还有老师提问的问题 今天早上都回到自己 就是班上跟你的手上了 所以针对昨天的建议 因为明天我还有一场国立面试 是请到大学教授场的 所以呢 今天你自己 像昨天一分钟的自我介绍 你自己有没有 好好再去把它统整一下 那我想这都是今天要做的功课 希望每一个同学 你准备好了 机会才会等待你 否则的话 你只是去做陪考 如果是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 那我想你还是要有一个心态 就是要准备指考了 但是如果你这几天 就是要去面试之前 你都可以好好的准备的话 你上考的机会就非常大 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你的学 就是进大学前的一个规划 跟提升自己能力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是 不管是每一个老师都希望期待同学能够顺利 所以有没有问题要问 把握机会 没有 都没有要问 好 那个如果OK的话 旁边同学先 帮忙窗户关一下 这边 关一下那边 谢谢 谢谢 还要补充一下 其实刚才有谁结婚 昨天讲的 不是只有这一次而已 研究所 还有之后的求职 原则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几次 这几天 还有之前 看教同学的 表现 你觉得 你是老板 你是教授 可能你不会想录取他 因为你们回答的非常 请问 你对 那一个 这本书的了解是什么 很好看的 很好笑 很多人都是这样回答的 不管在面试 还是在 休职的 研究所的 或是大学的 都一样 表达能力 好 就从这边 没有问题的话 那先从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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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再回去 然后因为现在是上课时间 所以请保持安静 然后从后面 跟老师打个招呼 安静久久坐 这样子 好 不要告诉乱跑 好 三点了 好 好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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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零六 三零六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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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零六 一零六 三零七 二零七 三零八 二零八 三零八 三零八 三零十幾 三零五 三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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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